根据市场调查显示 今年全球电竞产值更胜去年已经上看9亿美元 看好这股电竞商机 台中领动科技大学与科技业者合作 成立电竞教育中心 除了规划课程培育相关的电竞选手 学生也可以从事专业电竞设计与直播等等 让未来发展更宽广多元 3 2 1 贵品检采宣告领动科大与科技业者合作的电竞教育中心正式成立 里头打造了设备符合国际赛事规格 也是游戏软体校技杯中区比赛的基地 期待从中发掘更多优秀选手 符合所谓的电竞大赛里面 6×6目前的电竞规范里面 其实可以适用于现在所有的电竞大赛 包含到2020年的奥运赛事里面的 所有的三个比赛的重要项目里面 6×6是个基本 很多的学生都已经在电竞的这一个比赛 屡获奖项 所以我们也很快的就成立了我们的社团 所以我们想透过社团 还有我们想透过学生 以及我们想透过专业的设备建制 以及场域的建制 来共同打造我们电竞产业练人才的培育 政府于去年将电竞纳入运动产业 连带签动产业趋势 顶东电竞教育中心不仅规划赛事 提供优质的电竞直播10座场域 学校以规划专业电竞游戏设计 与直播相关课程 让学生从中发掘乐趣 培育多方面的人才 其实这个算是我的兴趣 对 兴趣所在 然后刚好是家人也有支持到我 对 所以我就有些微的投身在电竞行业当中 还蛮多的吧 就是经营 像管理社团 然后教导别人怎么 如果去运作就信 然后就是关于一些管理阶层的事情 看准全球电竞产值已经上看9亿元 大专院校相继投入电竞产业 培育电竞产业练的人才 也让学生未来的出路更宽广多元 接下来 秋风 台中产业报导 放入电竞产业报导